欧盟 曾经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 如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恐怕马上就要跌成世界的第三大经济体 一场危机 让它到现在都没爬起来 你是不是也感觉欧洲那些事 真的是特别的混乱 二十多年前 这些欧洲国家怎么就弄到一起 想到一个事要印一个统一的货币 叫欧元 为什么短暂的繁荣之后又变得支离破碎 欧盟委员会 欧洲央行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到底都是什么鬼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组织 为什么希腊最惨 欧洲五国又是怎么回事 德国怎么又没事 数十个欧洲国家绵延数十载 盘根挫杂 爱恨交织 引发了这场绵延至今的欧债危机 这我插一嘴 咱之前不是讲过希腊债务危机吗 然后有很多小伙伴 就希望我把欧债危机补全 所以我今天就来讲欧债危机 这次角度更高一些 那段视频里讲的那些核心罗匠 也很硬核 我今天就跳过了 你要是没看过呢 可以看完今天这个视频再去补一下 或者你先看这个也行 从1500年前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欧洲这么一块不是很大的地方 就在不停地打仗 你想啊 大家都离得这么近 那稍微强一点的国家 就总想去吞并边上的国家 所以一直就打到二战 二战之后哈 这些国家着实是打累了 而且又眼看着美国和苏联 这两个超级大国正在慢慢的崛起 这帮欧洲国家就各派一些代表 开始坐在一起开会 这帮聪明的大脑就在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 想到了一个点子 既然我们不能再这么打下去 那我们还不如就 大学为盟 你看哈 这个主意不错 咱们可以把各国家的经济活动 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互相都做做生意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兄弟 合作的越紧密 其实就越不容易打仗 甚至还有人说哈 咱要不然就合并成一个国家吧 What 这儿我还真不是在开玩笑 其实1946年的时候 丘吉尔就提出过一个提议 就是要搞一个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欧罗巴合众国 但是这个提议哈 显然是最后没有成功的 但是呢 大家都是希望联合得更紧密这个 是各个国家都很赞同的 于是啊1957年的时候 比利时 法国 意大利 卢森堡 荷兰 和当时的西德 就在罗马签署了 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的条约 后来呢 被人们称为罗马条约 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 就是EEC 这个呢也就是欧盟的前身 所以啊你没听错 这个欧洲经济共同体 当时成立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不想打仗 除了不想打仗 咱们还得一起发展经济吗 其实就是零关税 商品啊 钱啊 劳动力啊 服务都可以在这里边 自由的流通 抗通无阻 之后二战之后呢 随着欧洲各个国家经济开始复苏 美国 苏联这边又有着外部竞争的压力 所以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呢 都慢慢的加入了进来 1973年 丹麦 阿尔兰 英国 1981年 希腊 1986年 西班牙 葡萄牙 1990年 德国柏林墙被推倒 铁木倒塌 德国统一 欧洲这帮国家啊 终于可以尽情的拥抱在一起了 1992年呢 这个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些国家的首脑们 又在一起签订了一个叫做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主要呢就是修订了之前的那个罗马条约 这个呢也就标志着欧盟的成立 好 那现在可就爽了哈 比如说我想做个奶茶 那我可以随便嘚瑟了 那我可以从荷兰进牛奶 从意大利进纯净薯 从卢森堡进机器 去西班牙雇员工 在德国制造 最后再给卖到法国去 欧盟的建立呢 就把欧洲经济当时的活跃度 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大家尝到了甜头之后 可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虽然你进货生产的这些通道 是畅通无阻了 但是呢我得花荷兰顿去买牛奶 用意大利里拉去买纯净水 用卢森堡法郎进机器 给西班牙员工比赛塔 花德国马克租工厂 然后卖出去的时候呢 收的又是法国法郎 你就说你累不累 你都这么累 你想欧盟的这些成员国 肯定对这早就深有体会 于是呢在1999年的1月1日 欧元就诞生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光要抱在一起 我们还要穿一条裤子 你可能觉得 大家都统一用一个货币 这有什么新鲜的 现在不很多国家都用美元吗 哎 这可不一样 你看那些国家 虽然他们都用美元 但是呢关于美元的发行 包括美元的利率 这些货币政策 跟他们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就美联储说什么就是什么 美联储印钱 他们也只能干瞪眼 但是欧元呢是要联合发行 就不是其中某一个国家去发行 而是大家组团建立起来的 一个叫做欧洲央行 大家一起来决定 发多少钱利率是多少 你是不是听着就感觉挺乱 挺玄乎的 你说那么多人 要一起发行一个货币 发多少钱 还都大家商量着来 你说这能行吗 这里边得有多少人情世故 的确啊 自从这个欧洲央行建立起来 就无时无刻 这些国家不再进行着博弈 你就比如说啊 欧洲央行的主席 就这个头到底来谁当 因为在这里边 像德国法国都比较强势嘛 都想把自己人搞上去 那德国就想搞这个人 法国就觉得不好 总部都放在你们法兰克福了 那这个主席肯定应该让我们来当 就在里边是各种掐 但不管他们里边怎么掐 站在我们的角度 我们就姑且把这个欧洲央行 作为一个整体 这么一来呢 欧洲的主要组织框架就形成了 欧洲每个国家呢 都有自己的政府 制定财政政策和国家政策 欧盟委员会这边呢 就集体商讨经济政策 欧洲央行决定货币政策 正好我发现很多人会把欧元区 就跟欧盟就混成是一个概念 但是他们俩其实是不一样 欧盟呢 是欧洲这些国家建立的一个 政治经济的联盟 而欧元区呢 是以欧元为法定货币的这些国家 所以欧盟里边 只有一部分的国家 是在欧元区的 现在呢欧盟有27个国家 欧元区里边只有19个国家 欧盟呢 就是你如果身处欧洲 基本上签个协议就能进 但是欧元区可不是 随随便便就能进的 它是有要求的 你看咱刚刚说建立欧元区里边 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保证物价的稳定 进了欧元区 大家都用欧元 那就是穿一条裤子 所以它对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 政府的债务支出 都会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也不是说你非得经济多强 GDP多高你才能进 而是说你要保持你的物价稳定 就是政府你不能随便借钱 花钱大手大脚 最开始99年建立欧元区的时候 那时候当时只有11个国家 像我们之前说的 希腊就是因为那时候条件不够 不得不去找高盛 造假才在2001年 谋混过关 混进了欧元区 那加入欧元区呢 对成员国来讲 肯定是有很多好处的 第一呢就是效率 你想你可以在一个 更大的市场里面 商品资本服务 都能得到更快的流通 那效率肯定是更高的 第二个呢就是稳定 你比如像一些小国 像是卢森堡啊 马尔他啊这种 整个国家也就四五十万人 你要是有个自己的货币 那肯定就特别容易波动了 但是如果用欧元呢 就会稳定很多 除了效率跟稳定呢 其实还有一个隐性的 也是不成文的一个好处 这点很关键 其实也是我之前 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 的老板点透我的 而我个人认为 这个也是之后 欧洲深陷债务危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市场 对这些欧元区的国家 和政府一种 莫须有的信心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虽然市场上 没有任何的约定和协定 但是大家一看好 你欧元区的国家 都用一种货币 你们都穿一条裤子 就是一家人了 那既然是兄弟 一个国家万一破产 还不上债了 其他国家不可能见死不救 所以你们的信用 就基本上是一样的 事后来看 这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但当时的市场 就是这么认为的 那有朋友就问了 你说小林 你怎么知道市场 是怎么认为的呢 你又不是市场 那你看 比如说如果你作为一个个人 你的信用风险 是怎么评定的呢 那就看你贷款的利率 就比如说 假设你是个工资很高 工作也很稳定 银行存款也很充足 身体又很健康的这么一个人 那对你贷款来讲 就风险很小 基本能还得上嘛 对吧 那你就能拿到一个非常低息的贷款 比如说3% 那假设反过来 你银行存款也不多 然后整天灰金如土 工作也不稳定 比如你还搞个什么自媒体 创业 那可能就很少有银行 愿意把钱带给像你这种人了 或者说他贷款给你的利率 就会非常高 比如说20% 咱不管什么高利贷 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 这3%还是20% 这个利率 就是市场对你的违约风险的评估 那国家和政府 其实也是一样的 他们通过发债去借钱 然后这些债券呢 在二级市场上也会流通 那既然流通 它就会有一个隐含的利率 这个利率 其实就是市场 对这个国家的违约风险的一个评定 越低呢 就说明市场对你是越有信心的 也就是你隐含的 那个违约的风险的概率就更低 当然通常情况下呢 不同货币 它发行的那些不同的国债之间 是没法横向对比的 就比如你说美元 人民币日元 因为他们的什么通货膨胀率啊 这些都不一样 所以根本没法比 但你在欧元区都不一样 大家都有一种货币 就帮你做了控制变量法 他们之间的那个相互比较关系呢 你就可以直接通过他们债线的利率 去横向对比 从经济的稳定性来讲 像德国 法国 这些欧元区的核心国家 肯定是更强的 信用是更高的 而且意大利啊 西班牙啊 葡萄牙 希腊 这些欧洲的外围国家 经济没那么发达 信用呢 肯定也没那么高 所以理论上来讲 它借债的利率是应该更高的 但是我们来看这幅图 我找了四个国家 德国 法国 希腊和意大利 这是他们这些国家 各自十年期国债的利率 大家可以看到 08年之前 他们的利率 几乎是完全重合的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希腊和德国 可以用同样的利率去发债 这就好比说 本来你可能只能 以5%的利率贷100万 但是你最近先加入一个圈子 然后恰好 Elon Musk也在这个圈子里 那银行就会觉得 如果你缺钱 Elon Musk会帮你还 所以银行呢 就会用给Elon Musk 贷钱的那个利率 也贷给你 那这下好了 你可能就能以1%的利率 去借一个亿 那像意大利 希腊 这种之前借贷成本很高的国家 肯定是撒开了借 而且甚至还去造假隐瞒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如果像德法这种 比较发达的国家 和像西班牙 希腊这种 没那么发达的国家 可以以同样的利率去借债 会发生什么呢 咱来分析一下当时的局势 像欧洲这些外围的国家 它没那么成熟 所以肯定是发展增速快 投资机会多 潜在的回报率也高 而像德法 他们的投资机会就会更饱和 但是他们更成熟 又有贸易顺差 那肯定更有钱 那就意味着这些资本 在外围的南方国家的收益率 是更高的 那钱就会大量的从北方流入到南方 那就会出现像德法的银行 资管公司 投行 大量的投资借款给南方的这些 像西班牙 希腊的企业 甚至政府 所以就是核心国家 成了资本的输出国 就是债权人 而这些外围的国家 就是资本的流入国 也就是债务人 但这些国家借债 其实只是一方面 就单单的借债 其实并不会引发这么大的危机 你可别觉得 一个国家 它的国债利率低 就仅仅意味着 政府借贷是更容易了 其实在一个国家里面 各种经济活动的利率 都和国债利率是紧密关联的 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的说 如果国债利率低 那么比如说 你自己贷款的利率也会低 公司贷款的利率也会低 整个国家的经济借贷成本 都会降低 对于那些外围国家来说 简直不就是天上掉馅饼吗 你可以以马斯克的借贷成本 去借钱 那就会有大量的资本流入 而大量资本流入 就会导致短期 这些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 同时不光是政府借债 经济体的信用在扩张 欧元区这么一建立之后 像德法的人一看 这西班牙南方的房子便宜 而且又风景优美 风和日丽 还可以直接用欧元买 你说之前巴黎的房子 实在是太贵了 我要在南方买一套小洋房 所以说资本 就不光是买国债做投资 还进入到了 这些外围国家的房地产市场 那就导致了 像西班牙 爱尔兰这些国家 他们房地产的泡沫 就在慢慢的形成 所以你看到这些资产 流入外围国家的方式 可能会有不同 比如说有国债 有金融业 有房地产 但本质上都是这些 外围国家的利率过低 导致的信用过度扩张 简单来讲 就是你这么低的利率 借的钱过多了 之后可能还不上了 你说刚开始资本充足的时候 那还一切安好的 他就借新债还旧债就完事了 那08年 全球金融危机这么一爆发 全球资金都在收紧 Elon Musk自己手头也不富裕了 这些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那些南方国家的国债 房地产就开始被大量炮售 外围国家国债利率也开始飙升 信用收紧就借不到钱 同时经济萎靡 政府又达不到税 那这债务问题 立马就会出现了 那危机一爆发 西班牙爱尔兰这些国家的房地产泡沫 就开始破裂 就直接导致了本国的银行 出现了大量的坏账 那你说政府怎么办 政府要是不救 那银行就会破产 那危机的范围就很大了 那政府就只能救 政府要是救了银行 他又没法去印钱 因为用的都是欧元 他自己就没钱了 所以信用的突然收紧 就导致了欧洲这些外围国家 一下子集体出现了严重的债务问题 所以你看 看似这么错综复杂 这么凌乱的事 其实它的本质原因 就是这么简单 那好家伙 欧元区这一下子 可是炸开了锅 之前我们从希腊的角度 分析过这个问题 咱们这次再站在 欧元区的角度来看一看 那可真叫一个乱 金融危机之后 那些外围国家债务 不是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吗 2009年 希腊新上台的政府 就率先曝光自己的债务 已经超过了GDP的110% 远高于欧元区60%的上限 2010年1月 欧盟进一步发现 希腊财务造假 09年 希腊政府的赤字 不是之前爆出来 GDP的3.7% 而是15.4% 于是市场开始恐慌 这时候希腊还自己嘴硬 说自己根本不需要救助 但是市场可根本不吃这一套 希腊的国债利率 开始飙升到10% 同时市场还担心 希腊会拖累整个欧洲 所以欧元也开始下跌 所以这时候 你看欧元区它杂整 具体来说就是德国杂整 本身德国就是欧元区的主心股 然后这信用一收紧 资金肯定都流到 更安全的地方 也就是德国资金又更充足了 所以这时候德国肯定是最有底气的 我们站在德国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跟住我的逻辑线 你看啊 如果我们不救希腊的话 看它那个德行 肯定是要违约 如果希腊违约怎么办呢 那如果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 那市场就看你都违约了 还能留在欧元区 那市场对欧元区的信任 就会大大降低 那如果我们把希腊 踢出欧元区呢 那肯定也没抢到哪去 本来都穿一条裤子 都是兄弟 好你违约了 我也不救 你就直接把你踢出去了 那我今天踢希腊 明天可能踢意大利 踢西班牙 踢葡萄牙 那到时候全踢出去了 那欧元区就淡然无存了 所以你看如果不救的话 那是踢也不适 不踢也不适 德国面临的处境 就会非常的尴尬 所以这时候留给德国 留给欧元区的选择不多了 他只能选择救希腊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希腊的债主是谁 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像德法这些 比较稳定的国家 那希腊一旦违约 德法这边拿不到钱了 那也会波及到德法自己 所以其实救希腊 也等于救自己 所以德国人也很无奈 虽然之前你那么不听话 虽然之前你签的那些财务标准 都当上耳旁风 虽然你还找了高盛华 帮你造假来混进欧元区 但是现在我还是不得不救你 好现在不得不救 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怎么救 你想那时候 全球经济都非常萎靡 欧元区又不像美元 他自己管着自己货币 可以印钱刺激经济 因为欧元区整个是绑在一起的 我不能因为想刺激 希腊的经济 就让整个欧元区都赔着吧 既然不能印钱 那德国这边 就只能自己国家凑钱了 所以你看那时候 德国真的是自己气得 恨得牙痒痒 还不得不自己凑钱 来救希腊这个混淆 2010年5月 欧盟和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就通过了方案 给希腊 1100亿欧元的救助贷款 当然大家都不好过的 这个时候 德国还得自掏腰包 那我德国肯定不能认怂 就非常强硬的 要求希腊政府要减少开支 节一锁食 都得按德国人的风格来 可是德国人不知道 你以为你这么一掏腰包 就真的能破财消灾了吗 这才哪到哪 噩梦才刚刚开始 欧盟这边大气还没喘云呢 爱尔兰又不行了 爱尔兰不是房地产泡沫吗 你看啊 这是爱尔兰的债务占GDP的比率 08年之前 这是多么安分老实的一个国家 都不到30% 离欧元区那个60%的红线 还有那么大一截 就是为了救自己的银行系统 债务直接飙升到将近120% 那欧盟怎么办 你看爱尔兰这边情况 和刚刚我们分析的希腊是一样 好 行 那我也得救 欧盟和IMF又凑了850亿欧元给爱尔兰 也是让他节一缩十 确保还钱 那市场这下子就开始揣测了 你说欧元去其他国家 不会也有问题吧 比如说像葡萄牙 你看葡萄牙那个小子 看着也不太行 于是就开始抛售葡萄牙的国债 而葡萄牙的政府就赶紧出来辟谣 说我们这好着哪 完全不需要救助 紧接着不到半年的时间 葡萄牙政府就开始承认 自己撑不住了 What 开始伸手问欧盟要钱 你说这些欧洲国家 真到紧急时刻 还是挺能放假面子的 欧盟这边脸都绿了 5月份把780亿欧元 借给了葡萄牙 7月份的时候 欧盟发现希腊那边又缺钱了 刚才给了那么多还是不够花 好 接着给 初步决定再次给希腊 1000亿欧元的借款 这两个国家经济状况 好家伙这事可算是闹大 你要说爱尔兰希腊 那可能还是小楼楼 但是西班牙 意大利 那要出事了可不得了 意大利可是欧元区的 第三大经济体 要是意大利政府也需要被救助 那可就麻烦了 那欧元区还玩什么呢 这下全球的金融市场 都开始有反应了 美国那个恐慌指数VIX 一下就窜上去了 欧洲央行这边 就赶紧开始发动印钞机 买这两个国家政府的国债 来降低利率 西班牙 意大利政府这边 就赶紧宣布要紧缩财政政策 我们一定要节一缩时 努力还钱 这时候啊 希腊总理又跳出来了 说你们欧盟不是说 要借钱给钱吗 您钱呢 对吧 你们办事效率也太低了 希腊民众就开始暴动 紧接着第二天 标普又把意大利的国债 从A家降级到了A 眼看这个事儿 越闹越大 要万一处理不好 又很可能演变成 全球的经济大萧条 所以这时候 英国和美国也赶紧出来 对此事表示了严重的关心 参与进来开会 英国为了以防万一 自己这边赶紧先印了 750亿英镑 注入经济体里边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量化宽松 然后希腊这边 眼看着快撑不下去了 好 欧盟开会 G20也开会 最后就决定 让希腊那些 私有银行的债主 去承担50%的损失 就不算这些债券违约 但是呢 你买了这些债券 你得亏一半钱 好家伙 这可是一招大臭棋啊 市场一下就看明白了 欧盟根本一点都不团结 欧洲经济要完 整个欧元区 所有国家债券 就开始集体下跌 欧盟这边就赶紧开始商讨 要搞一些新一轮的什么刺激 但是呢 因为英国匈牙利的反对 最后没能达成 2012年 标普直接一口气下调了 包括法国在内的 9个欧洲国家的平均 市场开始抨击 欧盟对债务危机的 处理速度太慢 可是它也没办法 你想20多个国家 能达成一致 哪那么简单 2012年3月份的时候 好不容易欧盟再一次统一了意见 决定再给希腊 1300亿欧元的贷款 西班牙又说自己快不行了 失业率高达20% 又拿去了1000亿欧元的救助 然后又紧接着 塞浦路斯又不行了 又拿去了100亿欧元的救助 你就说你要是欧盟 你要是德国 你这两年过得得有多艰难 一边想着怎么解决问题 另一边还得整天 去跟人开会看看 几年下来 这么商量来商量去 最终这问题基本是靠德国和IMF掏钱给解决了 当然后来欧盟这边也是学聪明了 整了一个市场借款机制 叫ESM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就与其自己掏腰包不如让市场出钱 不过这块我们就不展开讲 最终随着2018年希腊把最后一笔救助贷款还清 所有国家紧急救助也宣告结束了 大家也看到了这次危机最严重的几个国家 葡萄牙 意大利 爱尔兰 希腊 西班牙 DIGS PIX被人们戏称为欧洲五国 不过这个词也不是什么好词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算下来欧债危机总共的救助款有5440亿欧元 基本一小半是给希腊 欧洲央行为了刺激经济开始量化宽松 大量印钱就印了上万亿欧元 市场也终于看到了他们宽松的信心 止住了大出血 不过直到现在欧元区的GDP还是没回到十多年前的水平 西班牙希腊的失业率一直高居在15%左右 和德法那种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经济学家就预计到2060年 希腊的经济才可能完全恢复 当然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不过你看这个年数 你就知道这些外围国家还真的需要再疗养一会儿 好 我们再整体快速过一遍欧盟的情况 让大家多多少少的有个概念 欧盟全称欧洲联盟成立于1957年 起初只有6个成员国 后来壮大至28个 英国脱欧后现在有27个成员国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如果我们把欧盟算作一个整体经济体的话 总人口4.48亿 全球排名第三 GDP17万亿美金 目前和中国不相上下 曾经一度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近10年受到了欧债危机的影响发展缓满 人均GDP4.1万美金 但欧盟内部贫富差距并不均衡 最高的卢森宝人均GDP有8.8万欧元 而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都不到1万欧元 欧盟失业率6.4% 其中德国捷克还不到5% 但希腊西班牙则超过15% 欧元和欧盟其他货币的通胀 一直维持在2%以下 但一直在努力避免通货紧缩 欧盟为全球第二大出口经济体 仅次于中国 主要出口国为美国和英国 主要进口国为中国 你看欧盟这么一通闹下来 各种专家媒体民众都在抨击吐槽 你从GDP里也能看出来 它现在自己还是深陷泥潭 难以自拔 原本为了和平而建立的欧盟欧元区 现在内部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你像意大利 法国 甚至德国的民意调查 都显示有将近一半的民众支持退出 英国更是干脆直接退出欧盟就不玩了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